嗨大家好我是上官 我们在调避震器的时候 一直在说压缩阻尼回弹阻尼 然后也会涉及到这个东西往哪调 经常会碰到很多朋友不知道往哪个方向拧 或者说他不太理解调了之后他有什么用 所以今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公式 或者叫简单的等式 告诉大家当你遇到这样的问题 说怎么想怎么思考是对的 怎么拧才是对的 OK所以大家看到现在这个界面上会有一个 简真器阻尼怎么拧才是对的 我们以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去记忆它 就是阻尼你不是有朋友不知道阻尼啥意思吗 那OK我们这写阻尼就等于阻力 那阻力总知道吧 就是你做什么事情总是有阻力 他就跟你对抗 当你把阻尼转化为阻力去思考的时候 就会相对简单一点 好接下来我们看 那知道阻力以后 OK就会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增大阻力 一个是减小阻力 现在我们来先说增大阻力 当我想增大阻力的时候 那因为又会有涉及到压缩和会谈 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呢 当我想增大阻力的时候 对压缩来说就会是变硬 因为很多朋友在这个环节上 就会有点不好理解 变硬变软变快变慢 到底哪个是对的 所以呢现在按照我们这个逻辑 按照我们这个等式继续往下想 就会比较简单 增大阻力就等于变硬 还等于什么呢 等于变慢 变慢呢我们一般是引用到回弹上 所以增大阻力等于变硬等于变慢 你这三个连在一起去记忆就比较简单了 对不对 OK那当你理解了之后 接下来的步骤就是我怎么去调整它呢 就如果我想让它变大阻力 想让它变硬 想让这个避震器变慢 怎么办呢 我应该顺时针来拧 但是在说明书中 这个顺时针 它是以什么标注的呢 就叫印顺时针条两个 就是two clicks in 它印其实指的是方向 也就是顺时针的时候 在英文标注里边 或者在说明书里面 它都是叫印 这个大家可以记一下 那相对增大阻力来说 如果想减小阻力 怎么去理解呢 减小阻力等于变软 OK它没有那么大劲了 那是不是就减小了阻力 对吧 就变软 指的是压缩 在回弹错我们指的就是变快 所以减小阻力等于变软 等于变快 那我们需要如何调整呢 就是逆时针来拧 那逆时针拧就是这样 顺时针拧就是这样 大家家里都有表啊 钟表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钟表的走时方向 那顺时针就是按照 时间的走时的方向 就叫顺时针 反之就叫逆时针 对不对 OK 那逆时针在说明书里面写的会是什么呢 就叫out 也就是说逆时针 比如两格 就是two clicks out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这个时候呢 大家有人会说 我就是我也没不知道 什么in out之类的 我英语也不行 我家里也没有表 怎么办呢 于是他们会有很多朋友喜欢用从右往左拧 或者从左往右拧 或者说往右拧 或者说往左拧 来表达他的这个旋转方向 但是呢 这里面会有产生歧义 具体的歧义 我们来做个这个实验啊 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说往左拧和往右拧 容易有歧义 OK 假设这是一个阻尼的旋钮啊 正常来说 大家说往左拧 往右拧 这个很好理解 对不对 但是因为他在避震器上装着 有的时候 大家看的方向不一致的时候 就会产生问题 当我看一半的时候 我往右拧 往哪方向转 这样对吧 没问题 但现在是哪个方向呢 顺势针 对不对 顺势针是往右拧 OK 但是当我遮上面的时候 我现在如果往右拧 是往哪个方向转 是不是往这边 这边叫右对不对 所以 这样叫往右拧 没问题 那现在是哪个方向呢 是逆时人 对不对 逆时人在转 所以 当我们说往左往右的时候 如果两个人的这个 看的不伪 不一样 你看上边 我看下边 那我们转的方向 就会产生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奇异 所以以上 当我们再去尝试自己调整 别人气的阻尼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等式 去来思考 去记忆 这样你会理解的 更透彻 关于阻尼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好 关注我了解更多的机车知识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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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